龙珠超,单手虐待神官,将拳王逼至绝境,同仁作品中出现的六位爵士强者。 众所周知,龙珠系列动漫的时间跨度长达几亿年,每一个时期都会出现烈世界陷入深渊的恶魔,也会出现拯救世人与水火的英雄。 龙珠原作从开篇到结束只有匆匆几十年,这点时间和几五年的历史比起来毫无疑问是沧海遗塑。 大篇幅描写主角出生以后的这几年,未免有点单调。 因此,有同仁深挖上古时期的时间线,设计出了很多只手遮天的爵士强者。 本期节目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些热门同仁作品中出现的六位强者。 龙神萨拉玛 在龙珠超原作中,龙神萨拉玛仅仅是一个设定,由祖诺大人之口提出,从未有过登场。 通过官方资料来看,我们只知道龙神萨拉玛创造了超级龙珠,他是一位和拳王同样古老的上古神。 到了同仁作品中,龙神萨拉玛成了一位能够支手遮天的爵士强者。 在动漫战争中,龙神萨拉玛化身为邪神,成了拳王最得意的手下。 然而,龙神萨拉玛的业心非常大,总想着杀死拳王取而代之。 刺杀拳王行动失败之后,龙神萨拉玛被流放到了帝师三宇宙,由此引出了另外一段故事。 另外,还有大神设计出了龙神萨拉玛的神龙真身形态,四形态的龙神萨拉玛和战斗形态拳王爆发了一场旷世对决,最终成功将战斗形态拳王宾至绝境。 赛亚人之父阿护墨 阿护墨是同人大神以亚莫西和布罗利为原型,设计出来的一位元祖赛亚人。 在剧情中,阿护墨原本是三个宇宙的王,是三个宇宙最高的统治者。 后来,拳王因为愤怒,直接将第十三到十八宇宙清除了,阿护墨和他的野心也一同消失了。 后来,拳王举办了全宇宙范围的力量大会,第七宇宙获得了最终的胜利,17号许愿让超级神龙将所有被拳王清除的宇宙复原了。 就这样,阿护墨也再次被复活了。阿护墨打算打倒全王,成为新的宇宙之主。 在设定中,阿护墨是历史上第一个达成自在疾悦的人,是赛亚人之父,孙悟空的那点雕虫巧技在阿护墨面前根本不够看。 白神物吉他 白神物吉他也是登场于动漫战争中的角色,是孙悟空和被吉他变身白神以后融合而成的超强战士,被尊称为救世主,一上来就打得全魔毫无还手之力。 三人合体战士,物吉宇。 然而,即使白神物吉他登场也没有办法彻底消灭全魔,因此物吉他提议让其预带上波塔拉尔环再次进行合体。 就这样,多元宇宇宙中第一位三人合体人物物吉宇出现了。 物吉宇通过吸收多元宇宙所有人的力量,制造出特大好元气弹,成功消灭全魔。 亚莫西 亚莫西的情况和龙神萨拉玛有点类似,在官方资料中,关于亚莫西的记载很少,我们只知道他是历史上第一个超级在亚人。 到了同人作品中,亚莫西的身份被传得神呼其神了,能够轻松打败自在及以孙悟空吉连。 更有甚者,有同人将亚莫西也塑造成了一位上古神,于是就出现了亚莫西单授虐大神观的画面。 多天使沃克 多天使沃克是登场于同人漫画《龙珠超改》中的角色。在《龙珠超改》的设定中,世界上原本存在着13个宇宙。 其中,第十三宇宙是人类平均水准最高的一个,即使最弱小的生物也可以媲美弗利萨。 然而好景不长,后来第十三宇宙因为拳王的反复无常而被清除了。 众所周知,即使宇宙被清除,其向导天使也不会消失。 而沃克正是第十三宇宙的向导天使,宇宙都没了,沃克失去了一切,自己精心准备的计划说没就没了,因此沃克黑化成了堕落天使。 在过去,堕天使沃克曾经将第十三宇宙的贝吉塔培育成了宇宙之王,第十三宇宙被清除之后,堕天使沃克又盯上了一期宇宙的贝吉塔,一段不一样的剧情就此展开了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,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